都是兼職工作 我很喜歡做的 但只有40元那種 我一個月做三份工 但我只賺了4000元 撕下撕下也沒多少剩 我也不知道自己用多少 有多錢你就會想花多一點 幸運的話 可能每個月就有剩餘 不幸運的話就會欠很多價值 拍拖來的錢 送出去的錢 現在不用錢 你以為我賣相嗎 不要說是社交王 應酬一下 這樣吧 你們三個即將要進行小薯片 打措錢計劃 我們一組就準備了三個人 包裝著他們一星期可以用的錢 出生了 嘩 好笑 好像有很多 747元 我們會根據每個人的收支 和消費模式 去決定他們償多少 用多少 社交王真是社交王 捨得最多是跟人喝飲食 每個月都是洗得完的 儲錢首先要在洗錢之前撥些錢 所以我們幫他月儲2000元 剩下5500元 每日都有183元 這個星期就有1283元用了 加拿由於他賺太少的關係 我們是不會公開他賺多少 洗費也不是很多 但結餘也是很少的 我們決定幫他償2400元 剩下的錢不公開 除了30天 每日可以有107元 所以一星期就是747元 看看Melody 正常Fresh街賺1萬多元 家用卡數都佔了大半 買東西不可預測 每月都用1萬多元 三個月他賺最多 當然是償多一點 2500元 每個月只剩2400元 每日可以用80元 所以一個星期就有560元 今天第一天早上 就是約了一個Friends 頂畢業上就要去柱仁 新界去香港的交通費已經很貴 我待會就會在你站 入100元馬通 希望可以用這個禮拜 如果我學生馬通便便宜了一半 11月後我就沒有再過海 我現在用了10月馬通 我畢業來 然後過海 但乘地鐵超貴 天后同學畢業上之後 我就要去關西班拍泰文 今天的通訊已經很順暢了 這麼辛苦做什麼 我經常都要遠征去新界大西北 現在就要出發去粉嶺 找我女朋友 首先要搭一程小巴去轉巴士 去城市大埔 當然是 知道自己吃的支出是最多的 迷你花生鑑魚 這個腸粉 阿婆豆腐花 為了省錢 那當然要吃呢 我發現了我的壞習慣 我經常都要去買夜飲 那買一支茶就要7元 他這隻賣三支 當下那一刻 你會覺得7元一支很便宜 他就買了 晚餐了 兩個菜加一個煲仔飯 再加夜飲 總數是139元 我和我女朋友的錢是很均真的 平時的小費是很便宜的 那就是兩個人除開 就是75元一個 其實是很划算的 這家人真的省很多錢 今天我們就去入客 大富翁請他們吃飯 有車的關係 不用搭車了 那又省很多錢了 那開車呢 開車來付吧 有錢呢 你付吧 今晚都是家人家 家人家很好 那我就 25元都沒洗過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厲害 今天星期一 就要進去找五女朋友 在家裡煮飯 畫畫 畫機 做這些零消費的朋友活動 晚上就打算去BBQ 真的有朋友生的 但是呢 都是因為下雨 基本上都取消了BBQ 其實我都幫我省不省不省 如果不是省的話 我都不會自己煮 不會下去買 要買菜 要買菜類為主 因為便宜過肉 這個多錢 這個8元 加上這個 就是61.5元 就是這裡 出去吃碟菜 可能是三十多四十元 但是你買一棵菜 是十元也不用 現在來於私心 就去街市 就打算預備 今晚晚餐 兩人夾粉的話 夾80元都可以的 要從口前正 所以天氣冷 就拿出來買黃水 29元 正 今天我就會為大家介紹 這個菇的risoto 我覺得我煮菜 又不是很好吃的 但是應該都不會死 美味的蘑菇汁會飯 讓我試一下 軟硬適中 還有蘑菇汁的香味 此品此應天上有 我今天比平時 早了半個小時出門 因為要省錢的關係 所以就轉乘巴士 帶飯最好的是 一元也不用給 文化也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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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Melody 夠了 因為通常都是 送頭送尾 或者家人煮正了的食物 我現在吃各位的 冷飯送菜 現在就出發去買炒麵王 為什麼不帶飯呢 就是因為我家裡 晚上未必慢慢煮飯 隔了東西 然後你再翻頂 都是不好吃的 還要扔 清貨價六個半 所以直接買了兩個 怕一個不夠飽 神經病 看起來那個香 聞起來那個香 真的不是開玩笑 嘶 美味 我要如何 在我今天沒有收入的 裡面 增加收入 吃下來 很多東西都還沒用得完 就想把這些東西賣出去 有成價來的 我要買菲林 我有很多菲林 那我就打算 賣給他 你說好不好 二十八個半 一卷是六十元兩卷 好嗎 有幾大 我們成功賺取了這個 六十元 我之後會賺十元給他 走回去深水埗 那就去看樓 為什麼我拿著百多元 可以去看樓 好嗎 這個多漂亮 他們真的很壞 明知在做這個挑戰 他們就開了那些東西 又開箱 又開網站 整班都買東西 你有沒有被消毒 我沒有 我不會買東西 我這個禮拜 不是忍那麼簡單 是在憶廢自己 這個商場 一定是軟軟軟軟軟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今天除了乘車之外 真的沒有花過日文 很自豪 所以今天要去大野人 麻煩我要一杯 黑糖厚鮮奶 要OREO 麻煩 麻煩 那我現在就回家吃飯 是專門嗎 終於下班了 我今天總共花了二十元都不夠 所以晚上可以多吃點菜 這個我煲仔飯 加上一杯飲料 就是七十元 這樣都還在我的預算 那 還選 快樂 有些人亂說 你不要相信他 他們都是純粹在鏡頭面前 抹黑和中傷我 我個人是很均真的 我平時就是靠在同時之間借貸 和借數去導入 現在就走去搭六元的兆巴 其實我也同樣試過 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就沒有錢搭上家 其實只要問我旁邊那位人輕 借了六元夠急去搭小巴 沒有還過的 但是 有時候借了回來的 又沒有足夠充裕的資金去還 所以就先拖一下 我發現這幾天已經用了很多次 巴特通 所以就好像不夠錢在裡面 升值五十 真的覺得呢 港鐵那個優惠站 應該是放在地鐵站裡面 這樣才會方便市民 那本來我這樣應該要上學 我做了一個橫學生 走一堂 犧牲了一堂的Attendance 可以幫助很多的交通費 早五晚除了下午和同事吃飯之外 日後夜飯都是在家裡吃 其實我是堅持到最後一刻 之後呢 明明有另一個同事 都在做省錢的挑戰 他都想我出去吃飯 你一個星期都戴飯嗎 我明天不戴 那你明天不戴 那你明天不戴就明天吃 如果明天吃五十 怎麼辦呢 你今天要吃飯 我們現在被人說服成功 出去吃飯 因為我們未知道明天會吃什麼 很害怕 後面那些姑婆都吃了很怪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決定今天吃飯 就吃這三十元的飯 我今天四十萬 為什麼呢 四十萬 找給我啊 每一班都很重要的 剛才說四十萬 那就是老闆請吃飯 所以我又可以省多餐晚餐 基本上我今天 也是除了這一程小巴之外 是暫時沒有花過錢的 公司吃飯 我就可以貼車 又不用坐地鐵 我沒有車子 所以我就要乘地鐵了 四十四可以換來一頓 晚上是免費飯 我實在覺得值得 謝謝老闆 老闆請吃飯 唱名老闆 老闆好爺 好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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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我這個小雪麵蛋 計劃第五天的早上 今天呢 是上班 我現在就是等下上班 小巴 時間一樣是十一點 我最終是 帶給的士 所以我足足等我 長多半個小時 兩架小巴 都沒了 其實我這樣遲了一會兒 但我虧了五十元 五十元都出 基本上是幾乎我一個小時的工資 好像很不值 今天才是我第一次吃 今天帶的飯 聞到Pantry的香氣 我覺得帶飯也不太差 大家看看 飯真的好香 今天我們邀請到 我們那灣著名的帶飯達人 Tammy來到我們當中 大家好 然後我就拿這個 熱鬚醬 才有些腸 哇 還有煙 這個就是家裡打包的菜 炒飯 排骨 可以試你一口嗎 可以啊 今天因為工作的機會 沒有吃午餐 所以又開花餐 唯有晚餐 吃多點東西 補菜 在我心目中我女朋友煮食 是最好吃的 蛋 蒸魚 豆角炒肉 這餐多少錢啊 110 非常非常的適值 人間美味 狗大鬼 街咬 六百元都未必吃到 六十元 就交回六十元給女朋友 我有一天要看醫生 根本上是 完全是over budget 這個焦祖的福塵 就用了八十元 貴藥就用了六十元 Hoto就用了一百四十元 那今天呢 我還是快了飯 由於呢 很想跟同事一起吃飯 所以我還是跟他們一起去 這個Megamon 一起吃飯的 之前就說我本來洗牌 都是洗在賣飲裡 所以我今天呢 自己沖茶 今天可以節省點洗費 吃什麼啊 你不是只花八十元嗎 是啊 那你用完了 用完了 用完了嗎 你便可以吃了 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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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小小 你以為是想要去拍照嗎 謝謝 呃 都不算失控啦 沒有買的 就算買都 不是我給錢啦 哈哈 我終於放學了 最重要是為了 走回車錢 我決定呢 走下去北港的 就是千多級樓梯啦 希望那天不要那麼發黑啦 始終都散路啦 一條人都沒有啦 吃飽啦 我就決定走回家 因為都是自問吃東西 今天呢 是Happy Friday 很害怕他們呢 吃過一百元的午餐 希望他們 不要吃那麼貴啦 今天 星期五那時候 就跟同事吃飯 一舖都清了所有的錢 神經病 它最便宜的 都四十多元啦 這個就是我剩下的錢 你不夠的 我幫你付錢 謝謝阿肥 你一天 就燒了 吃了三十四元 我家裡不夠容易 有八十一元 野餐都沒有啦 我都見還有錢剩的 所以呢 今天就可以賣些 好一點點的東西吃啦 巧合之下呢 就被同事逼出來買藝 就剛好呢 又有些回報 那樣啦 給中文 謝謝同事對我的捐獻 都很好 繼續為大家娛樂 終於可以放任你 擦一頓 你也不給錢的啦 你擦一頓 魚皮呢 算起來 最後一頓吃了一頓 都用剩了四百元 Happy keep住這樣存 加上用剩的錢 一個月可以存到三千六百元 我真的沒想過 我以為我儲得很少 我以為儲得五百元 我用了大概一半左右 用剩了三百八十一元 你一個星期用剩三百八十一元 加上我們幫你儲的二千四百元 一個月儲得差不多四千元 對呀 那即是三十二十二十 即是我儲 那我儲得很多錢 以錢來說 應該是沒有了 雖然你是用了錢 但我們一開始 其實是幫你儲了二千五百元 所以你每天才得八十元 哦 我寧願每天用多一點 每天這樣撕很辛苦 八十元太少了 剩下千多元 我都覺得夠了一個月 整個過程過落 就會發現 其實儲錢又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只不過是一些小細節上 你會發現 其實如果那些小細節 我平時有在意一點的話 其實就可以省到很多 代價就是會沒有什麼生活 因為沒有什麼 約朋友出去 然後很多時間都要回家吃飯 放工就馬上回家 當你買完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想 這個東西應不應該買呢 如果這樣儲的話 還是算了 我覺得要平衡 約到朋友就約朋友 逐步逐步往這個 有儲蓄的目標進發 七八多少 七四六十二 七八 四 五十多元 是不是 計算了一些問題 所以我不是儲不到錢 五十一 五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八四 三夜 五十八